龙州进度嘉年华6月25号到27号1点3天 要在寿风乡旅坛热闹登场 今年有60支队伍来参赛 14号上午县长徐正卫担任了点金官 为龙州开光点金 需求今年龙州竞赛可以平安胜利 也预祝选手们夺得佳击 徐正卫表示龙州竞赛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每年短50节国人不难 要饮吃粽子缅怀爱国诗人屈原 县府年年举办华龙州活动 不仅让爱好运动的乡亲一展身手 展现团队的丽与美 也让优良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至今 这个我们的中央山脉 和我们海岸山脉中间的一颗明珠 非常非常的美丽 我们今年在我们的旁边 又有一个我们的水上运动基地来成立 未来会培育花莲县我们的水上运动的人才 然而我们也要谢谢体育会以及教育处 全力的来这个协助 让我们的很多的运动赛事都能够很圆满 而且都能成功成为花莲培养运动的摇来 昨天是我们解封后的第一个周末 昨天就有五项的公开的运动赛事 在花莲的花莲举行 而今天更有我们乐活杯的锤球的举办 所以真的我们要谢谢全民运动爱花莲爱台湾 怎么说 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保健 就能为国家减少非常非常健保 非常多的这个医疗的能量的这个浪费 所以真的为了在这里 第一个要谢谢大家 能够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龙洲竞技 传统优良的龙洲竞赛 那我们跟县武会继续努力 因为我们县长把我们鱼团定为珍珠 那因为我们花莲的鱼团对于水上运动活动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除了我们龙洲 还有我们目前在开工的水上运动基地 培养很多我们的那个滑船的选手 典金开光大典依循鼓礼进行三县礼祈福 高台战鼓以及盛名姓诗团演出相诗献润 为端午龙洲进度博个豪彩头 并且由县长徐真卫 宇花东纵鼓管理处长 县议员徐雪玉 叶昆景 吴东升 李不死 吴建志 杨华美 李秋旺 寿峰乡长 花莲市长 教育处长等贵宾担任点金官 分别执笔为六艘龙洲开光点金 今年度龙洲赛在6月25号到6月27号举办三天 来自全县各机关民间团体总共四组 60对劲旅参与竞技 活动除了精彩的龙洲赛之外 大会更是安排了端午 立蛋 包粽子 美食展等等 一起热闹请端午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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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